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毫不在意地说 我不就是抢走了你的老公 我的老公也可以让给你 黄磊没想到许晴竟会说出这种话 他看着眼前不嫌丢人的闺蜜 他也明白出现了裂痕的婚姻 是没有办法圆满的 所以便抑制着内心的痛楚 说道 你们两个我都不稀罕 你们既然互相喜欢 我便成全你们 反正我不稀罕垃圾 黄磊说吧便离开了这个尴尬的现场 确定看不到许晴后 他的眼泪便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黄磊想着自己的婚姻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容忍自己这破碎的婚姻 黄磊的家境很好 性格也比较随和 身边有着众多的闺蜜 其中许晴是跟他玩得最久也是最亲近的一个 黄磊二十二岁那年 他的父亲忽然给他订了一门婚事 对方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因此即便黄磊心里很不愿意 但负命难为 他只能接受了这门亲事 心中极其委屈的黄磊 为了抒发内心的情绪 便找来了闺蜜们跟他们倾诉心事 闺蜜们在得知黄磊被包办婚姻后 也是都劝他要懂得反抗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自由恋爱的权利 但唯独许晴一直沉默地不发一言 在其他人都说完后 许晴才表示自己觉得黄磊要认命 接受父母的安排 反正像他们这种家族企业出身的女孩 最后总是要为家族企业做出牺牲的 那天黄磊并没有将许晴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在跟闺蜜们聚完会后 便回家跟黄磊提出说自己不想嫁给陌生的男人 可是黄磊说这门亲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黄磊是不嫁也得嫁了 甚至他还威胁黄磊如果不愿意嫁 那么就停掉他的生活费 黄磊没想到父亲竟如此不顾及自己的幸福 于是意气之下他便选择了离家出走 但他并没有坚持多久 在外面独自生活了三个月 黄磊就有些坚持不下去了 毕竟黄妇从他离家出走后 便停掉了他的生活费 从小便被娇生惯养的黄磊 根本没有吃过一点生活的苦 因此仅仅三个月他便撑不下去了 此时许晴再次前来找他 去安慰他听从父亲的安排 反正女孩早晚都是要嫁人的 既然对方家庭条件还不错 许晴嫁过去应该也不会太受罪 因此在许晴的劝说下 黄磊最终还是答应了跟黄妇安排的伴侣结婚 许晴作为他最要好的闺蜜 也被他邀请来当伴娘 因此在盛大的婚礼下 许晴就这样和老公张强结为了夫妻 正式开启了自己婚姻生活 黄磊本就不对自己的婚姻抱任何的希望 他只希望自己跟张强相近如宾到老就行了 可这场婚姻本就是一场商业联姻 因此张强对于这桩父母安排的婚事并不满意 再跟黄磊结婚没多久 后张强便提出要到国外打理新的分公司 婆婆和公公倒也算是民事里的人 他们也是帮着黄磊阻拦自家儿子出国 黄磊也看出来张强坚持出国工作 就是在故意躲着自己 虽然他的心里有些失落 但是想着张强出国对自己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反正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夫妻感情 因此在黄磊的劝说下 公婆同意了让张强出国工作 然而张强这一出国就是几年不见人 自从丈夫出国后 黄磊和他是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两回 每次见面还都是没说几句话就要分别了 因此这种无爱的婚姻 让黄磊觉得自己结婚后的日子 跟结婚前的日子并没有大的区别 他依旧能和自己的闺蜜们聚会吃饭 日子就这么将就着过着 在结婚第三年时 迫于双方父母的催促 黄磊给张强生下了一个儿子 儿子的到来给黄磊的生活增加了一丝乐趣 也让他在独守空房的时候 有个精神的寄托 正是因为儿子的到来 让黄磊对这段婚姻有了一丝不舍 黄磊本以为自己和张强就这么相近如宾一辈子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要好的闺蜜会在背后翘自己墙角 这天早上 黄磊还没有睡醒便被自己的手机铃声吵醒了 原来是他的闺蜜发来的消息 闺蜜跟黄磊说 在国内看到他丈夫张强了 黄磊觉得有些纳闷 毕竟此刻张强应该在国外才对 他并没有听公婆提起过张强要回来 闺蜜见黄磊不愿意相信自己 便拍了一张照片给他 黄磊虽然和张强并没有见过几面 但是通过女人的第六感 还是一眼看出了照片里的男人正是自己的老公张强 此刻黄磊只觉得遭到了五雷轰顶 张强回国了竟不回家 不过他也懒得去管这些有的没的 但又过了没两天 同一个闺蜜再次给黄磊发来了消息 闺蜜提醒他要留个心眼 否则再这样下去 迟早自己的丈夫会被人给抢走了 黄磊觉得闺蜜有些话里有话 于是便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那天闺蜜再次遇到了张强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只遇到张强一人 而是遇到了跟他同行的人 黄磊点开闺蜜发给自己的照片 看着照片上跟张强亲密搂抱的背影 他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这个背影黄磊实在太熟悉了 只因这个人正是他的知心闺蜜许晴 黄磊想不明白这两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于是他立马给许晴打去了电话 约着对方一会儿一起吃饭聊天 黄磊知道许晴这些年已嫁人了 虽然对方的家境也是不错 但是相比起黄磊与张强的相敬如宾 许晴和丈夫就仿佛是一对儿天生的冤家 许晴的丈夫是那种下了班就只知道玩手机 一点家务活都不愿意做的人 每当这个时候 还没等许晴唠叨她两句 一旁的婆婆便就开始指责许晴没有眼力见 根本不同的体贴照顾丈夫 许晴这些年和婆婆相处的也不好 家里什么事都要她来操心 没完没了的家务事 以及婆媳之间的争执 让许晴格外地羡慕黄磊与张强的婚姻 因此在碰面后 黄磊看着许晴更是不知道自己该从哪里叹气 两人聊了半天自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许晴此时也有些心虚 见黄磊半天聊不出一些所以然 便决定找借口离开时 黄磊突然说 你和我老公什么关系 许晴愣住了 随后只见黄磊将握在手里 舞了很长时间的照片 摆在了她的面前 许晴见黄磊已经撞破了自己与张强的私情 便也不在心虚 反而是一副坦然的模样 跟黄磊说道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 那我就只能承认了 我和张强已经在一起了 你已经结婚了 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那又怎样 我们两人的婚姻都是被父母安排的 你过得不幸福 我的婚姻也看到了极致 我们不是好闺蜜吗 现在计较这些干什么 反正你跟你老公也没有什么夫妻感情 黄磊被许晴的逻辑惊住了 随后他气急地说道 我是对我的婚姻并不满意 也对张强没有更多的感情 但是我并没有做出背叛这段婚姻的混账事 不背叛就是忠诚了吗 那是傻 你就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我们还是好闺蜜 黄磊失望地望着许晴 随后说道 你觉得我们还能当好闺蜜吗 许晴没有说话 黄磊被气笑了 随后失望透顶的他 便想要转身离开 却被身后的许晴给喊住了 我不就是抢走了你的老公 我的老公也可以让给你 你们两个我都不稀罕 你们既然互相喜欢 我便成全你们 反正我不稀罕垃圾 也许是真的对自己的婚姻失望了 这回想清楚要离婚的黄磊回到家后 便收拾好了行李带着儿子离开了 都说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 因此黄磊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受人欺负 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带着儿子离开 隔天黄磊便将离婚协议书发给了张强 本来就对黄磊没有任何感情的张强 也是毫不犹豫地便同意了离婚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张强一脸愧疚地跟黄磊说 我那时只是厌恶了被父母安排的生活 就一心想要逃离他们的控制和纠缠 结果没想到 没有抵挡住外面的诱惑 清醒过来懊悔时已经来不及了 黄磊看着他说道 合着现在怪我纠缠着你不放了是吗 你也不要为自己找什么借口 你不就是利用了我对你的信任吗 你要是真懊悔了 怎么会一直还不肯和许晴断了联系呢 以后咱们两人之间除了儿子 便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联系 起初黄妇并不赞同黄磊离婚 毕竟这段婚姻不简单 因此他一直努力劝说着黄磊毁张家 甚至还跟黄磊说 男人出轨是很正常的事情 让黄磊不要放在心上 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黄磊也是被黄妇从小宠到大的 如今却把自己公司的利益 放到了女儿幸福的前面 这让黄磊感到非常伤心 于是在黄母的支持下 黄磊背着黄妇办理了离婚手续 跟丈夫离婚没多久后 黄磊便退出了自己的闺蜜圈 女人间的往来很是复杂 她实在没有精力去判断哪个闺蜜 对自己是真心的 哪个闺蜜会背着自己捅刀子 毕竟日久见人心 时间长了 她自然就能看清闺蜜们的真心 退出闺蜜圈后 原来那些好闺蜜也不再跟黄磊联系了 这也让黄磊明白 人与人之阿金的感情就是这么的脆弱 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靠利益来维护的 如果你给不到对方想要的利益 那么别人也就不再愿意跟你往来 而黄磊通过这次的婚姻 明白了两点 首先便是 女性永远不应轻易原谅婚姻中的背叛行为 无论是丈夫的出轨 还是闺蜜对家庭的破坏 这样的行径不应被情感或苦难解释为理由 真正具有正义感和道德底线的人 永远不会以伤害他人 满足自我为代价 无论丈夫如何解释 婚内出轨和闺蜜的背叛 都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其本质不会改变 人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旦犯下不应犯的事 必须承担相应代价 逃避不了责任 正如所说 善恶有报 一切行为都有其后果 因此 对于婚内出轨和背叛他人的行径 无论其出于何种理由 都必须接受应有的惩罚和道德审判 在这样的情境下 坚守原则 维护尊严和正义 是保持人格和尊严的关键所在 其次 礼仪和廉耻的重要性不可小觑 若人人都不重视这些价值 社会便会陷入混乱 我们所共同遵守的规范不仅是束缚 更是对人性的引导和规范 正是这些规范塑造了我们的品格 让我们成为有尊严 有责任心的社会成员 因此 重视礼仪和廉耻 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尊严和社会责任的表达 只有秉持这些价值观 社会才能保持秩序 和谐与进步